三年前的10月1日 国产东风17高超音速武器公开亮相 正是宣告新时代的到来 2022年3月18日 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武器 成功命中乌克兰西部地下弹药库 神秘的高超声速武器首次实战并取得战果 2022年5月16日 美国AGM-183A高超音速武器 终结之前连续三次失败的不堪历程 艰难获得首次成功测试 意味着美军在这一领域终于接近实用化 回顾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会发现 在中俄军已批量装备高超音速武器的情况下 美国居然至今依然没有正式列装类似武器 就连多个型号的实验都屡遭失败 难道美国真的在这一领域彻底落后中俄吗 就中俄而言 中国发展的高超音速武器种类更为丰富 即使不算东风26和东风21低着两款特殊装备 正是服役的东风时期 东风21也已经形成了完善的路 嗨 空型号 相比之下 俄罗斯真正装备的高超音速武器 其实只有匕首 并且暂时只能由米格31BM战斗机发射 齐海机告示虽然理论性能出色 并且在近期在此完成舰在发射试验 但距离真正服役尚需时日 实际仍处于在烟状态 但无论如何 比起美国尚未装备任何同类武器的现状 中俄确实已经走在前面 但如果说这两个国家的高超音速武器水平都远超美国 却也并不准确 作为一款进阶性装备 高超音速武器最广为人知的技术标准 是超过5马赫的飞行速度 美国AGM-183A发射成功后 美国空军发布的新闻通告 就特意标注其平均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 用以印证其特定身份 但实际上 这个指标并不是高超音速武器唯一的技术标准 无论是舰 中 远程 还是洲际弹道导弹 平均飞行速度几乎就没有低于5马赫的情况 甚至超过10马赫也不少见 区区5马赫飞行速度根本不足以获得如此之多的关注 高超音速武器之所以在速度方面不如远程 洲际弹道导弹的情况下 被认为是新一代战略武器 更多的在于速度之外的优秀机动性 传统弹道导弹依靠火箭发动机推进 经不断加速冲出大气层后 在弹道顶点受地球引力影响下坠 重新进入大气层 在整个过程中 弹道导弹的飞行路径相对固定 即使号称具有机动能力的分导式弹头 实际上也只能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内机动 此外 受近低层空气密度较大影响 弹道导弹在重新进入大气层后不仅速度逐渐降低 而且会在剧烈摩擦过程中被动加热 红外特征非常明显 很容易被防御方捕捉到 因此 洲际弹道导弹在入大气层时 速度虽然往往能达到20马赫以上 但由于其轨迹相对固定且红外特征明显 现代反导系统具备一定的拦截能力 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为例 从1999到2018年的20年中 一共利用标准三完成了18次中断反导测试 其中8次成功 10次失败 成功率约为44% 这个数字距离大规模使用相去甚远 但随着技术的逐渐进步 未来的成功率会越来越高 不过 在反导系统真正达到可靠反制之前 任何弹道导弹都有很大几率突破美国防御系统 任何一枚装载核弹头的导弹 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这也就是美国将所有开发弹道导弹的 非盟国师作眼中钉的主要原因 由于核武器使用存在很大局限 真正能作为常规武器使用的中进程弹道导弹 更容易被反导武器拦截 比如在俄乌战场上 俄军装备的S300B系列反导系统 就多次成功拦截物军发射的原点U进程弹道导弹 正是在这种因素的推动下 高超音速武器随之诞生 以突破现有拦截手段为目标的高超音速武器 在设计上除了追求较高飞行速度之外 还追求极高机动性以增加拦截难度 就目前来看 这种设计理念比较成功 无论是俄之匕首还是国产东风时期 英机20亿都被认为是现有防空 反导系统难以拦截的存在 但两者究竟超越现有拦截水平多少 未来随着技术进步 毛余敦的能力对比会如何演化 是直接关系到未来战争形态 和技术发展路径的根本性问题 东风时期应用的最典型技术 是前学森弹道和承波体弹头 前者的技术特点 就是火箭发动机将导弹推出大气层后 导弹载入大气层并抛掉弹头整流罩 从而在重返禁地空间后 凭借承波体弹头前云激波产生生力 实现上下起伏的打水漂使机动前进 但这一过程会损失部分速度 这一技术不仅能够达到 平均速度不低于5马赫的要求 还具备出色的机动性 从而有效突破对手拦截 总的来说 东风时期这类高超音速武器 是将之前弹道导弹的圆弧形飞行轨迹 改变成助推滑翔模式 以保证在近地空间的机动性 形象解释就是化速度为机动 不过 实现这套助推滑翔模式的途径 并非只有前学森弹道 其实还有技术水平更高 也更加难以拦截的桑格尔弹道 只不过后者的控制难度更大 如今还难以使用 因此让位于更加现实 也更加强调滑翔阶段 稳定性的前学森弹道 随着未来的技术进步 这种助推滑翔模式在飞行弹道 承波体弹头等领域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对于东风时期来说 这意味着不仅现有状态 在短时间内难以拦截 而且未来还能将衍生出 一系列技术水平更高的改进型号 实现国产高超音速武器的 持续迭代和加速式发展 相比之下 俄之匕首 国产英界20亿 虽然也被称作高超音速武器 但其技术路线 与东风时期存在很大差距 以俄之匕首为例 在点火发射后 先抛掉尾部整流罩 然后点火急速冲出大气层 制弹道顶点之后重返大气层 由于其弹头是常规构型 因此无法利用近地空间 击波反复跃升 实际上只能通过尾多 将弹体拉起以形成飞行影角 再又一次拉高后 以俯冲姿态飞向目标 并凭借双追体轴对称 设计强化末端机动能力 从而有效攻击水面舰艇 一类的移动目标 简单来说 东风时期的滑翔阶段 是在近地空间反复跳跃飞行 弹道类似打水漂 而匕首则仅有12次上下跳跃 形成M型弹道 后者的飞行弹道 实际上与其技术原形 即而至伊斯坎德2M 进程弹道导弹非常接近 只是凭借载机赋予的速度 高度而拥有更出色的作战效能 尤其是其攻击水面舰艇的能力 令其名声大噪 但从技术本身来说 匕首实际上只能算作 刚刚踏入高超音速武器门槛的 过渡型装备 其拦截难度远没有东风时期那么大 并且进一步改进潜力也比较有限 至于国产英机20亿 其技术水平实际上 与匕首并没有本质区别 只不过由轰6M搭载的 空气型英机20亿弹体明显加长 因此即便轰6M无法实现米格31BM战斗机20 前米作战高度和2.8马赫飞行速度的性能优势 但英机21的射程依然要高于匕首 国内之所以在东风时期装备多年之后 转而开发技术水平更平庸的英机21 是因为面临严峻的海上威胁 很有意思的是 俄罗斯之所以划达力气发展匕首 其实也出于相识的原因 中国海军舰艇在2010年之后出现井喷式发展 先后服役了两艘6万吨级航母和6艘055型万吨驱逐舰 以其为核心组舰的航母编队 也多次突破岛链进入太平洋深海训练 并形成了颇具威慑的实战能力 比如说001型辽宁舰在5月初率队出航的20多天时间里 起降舰载机超过300架次 一度震动日本朝野 被认为达到了现役华越型航母的最高水平 但遗憾的是 平均每日出动15架的数据 与美国海军大甲板弹射型航母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在30年前的海湾战争中 美国海军航母就创造了 单日最高105架次的舰载机出动率 6艘航母在战争期间的平均 每日舰载机出动率超过85架次 因此 在现阶段想要依靠华越型航母 去抗衡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 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不太现实的 而新一代弹射型航母虽然发展顺利 但距离服役仍需要数年之久 必须另辟其境以求解决办法 而首先出现的新型装备就是英机21 2015年7月 国产东风26 东风21B反舰弹道导弹横空出世 开创反航母作战新的机缘 但这两款战略武器在性能超圈的同时 却也存在活动范围受限于陆地的问题 虽然形成了舰海反航母防御圈 却难以支持海军真正走向远海 而在东风21B基础上坚化而来 能够被055型万吨驱逐舰和轰6M装载的英机21 彻底摆脱了这个限制 能够在更广阔的海洋和空中 对美国海军航母形成威慑 不仅机动性更强 而且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主动进攻 先发之人的能力 此外 我国之所以在东风21B基础上发展攻击 舰载型号 而不是以东风17位技术原型 是因为后者出色的机动能力 尽管获得了难以被拦截的特性 但也带来了技术控制难度更大的新问题 用于打击地面静止目标使能力尚可 用来针对海上移动目标就难免有力未来 至于俄罗斯 其海上力量在最近20年迅速衰落 继承自苏联海军的大型水面舰艇 服役时间超长且战斗力有限 实际上已经沦为一支中近海作战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 而海军比我们更需要一款优秀的反舰装备 用来应对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 这种需求最终造就了匕首与米格31BM战斗机的组合 不过 俄罗斯也甚至匕首的技术路线存在不小的局限 因此又花费大量资源开发 建在告示高超音速武器 这种武器的技术水平不比东风时期低 未来战术应用更加有效和广泛 只不过俄罗斯未必能真正走得通 而知告示和美支AGM-183A相比 虽然技术细节和搭载平台不同 但同属超燃发动机技术路线 是真正性能达标的高超音速武器 从表面上来看 AGM-183A在近两年的实验中三败一生 成绩非常尴尬 而告示在2017年就完成了首次试验 并且之后一支吕粘吕生 与AGM-183A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技术上的问题 远非外界看得那样肤浅 所谓超燃发动机 是指当飞行器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之后 过去使用的亚燃冲压发动机 已经无法继续稳定工作 需要将进入燃烧室的气流压缩成超音速 以保证冲压发动机正常工作 因此这种动力的全称 应该是超音速燃烧冲压发动机 由于燃烧室的长度有限 使得超音速气流的通过时间 以毫秒为单位的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将超音速气流与燃料充分混合并燃烧做工 难度可想而知